大家好,主播慷慨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荷兰曝光机大厂ASML是一家快速发展的跨国公司 自2011年以来,员工人数和营业额增长了5倍,现在为300亿欧元 预计2030年左右,它将再次翻倍 人工智慧,气候转型和电动汽车需要更多的晶片 因此,曝光机的需求也越来越大 ASML的新执行长Christophe Bouquet接替了ASML公司原执行长Peter Wenning 和技术长Martin Van Den Brink来管理公司 这是一对传统的荷兰二人组,他们共同领导了ASML约11年,直到他们退休 目前,Van Den Brink仍是ASML的战略师 在董事会的围墙内,Fouquet是为数不多的,被证明是占主导地位的Martin Van Den Brink的对手之一 Fouquet担任ASML执行长的头几个月很忙,特别是一旦涉及到中国或增长计划 ASML必将成为头版新闻 Fouquet身边确实有一群人,例如他们管理复杂的供应链 此外,前国务秘书Frank Hemskerk领导着处理出口措施的部门 并帮助财务总监Roger Dossan实施了贝多芬行动 这是政府支持计划的代号 该计划旨在实现ASML的增长飞跃 从而防止其陷入布拉班特省的泥潭 将提供25亿欧元用于额外的住房、基础设施和技术教育 贝多芬行动是在Peter Wenningk在1月份大声表达他对荷兰政府松懈的不满之后开始的 他当时表示,如果不在布拉班特省进行投资 ASML更愿意向海外扩张 然而,ASML实际上从来没有任何即将离开的问题 福开表示,他认为你必须与政府建立牢固和长期的关系 通过媒体向人们施加压力不是他的风格 尽管他有帮助 10月中旬,由于ASML的CIT系统存在一个笨拙的错误 彭博社在ASML的2024年三季度财报正式发表前一天 在网站上找到了ASML该季度的财务数据 这是一个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的错误 但对于欧洲最有价值的科技公司ASML来说 这立即成为了世界新闻 当时,ASML的媒体团队将参加在Buzzum举行的会议 5点半后看到新闻曝光后 立刻变成了集体心脏病发作 由于财务数据的提前泄露 财务总监Roger Dawson从公务车打来电话 他刚刚在董事会会议后回家的路上 然后他们做出决定 他们必须公布所有财报内容 现在 立即 虽然ASML当季的销售额和毛利率符合预期 但新增订单,环比大跌53%,不及市场预期的一半 同时还下调明年销售目标 此外,ASML还预计 明年来自中国的营收占比也将降至20% 受业绩爆了影响 ASML在美股市场当日股价暴跌16.26% 由于三季度业绩及后续指引不及预期 ASML的股票市值 在一天内蒸发了500亿欧元 作为公司执行长 Fukai为业绩的突然发表而道歉 然而 愤怒的美国投资者提出了索赔 这是Fukai出任ASML执行长之后 遇到的第一个重大问题 他刚刚接手ASML工作了六个月 在他时候说 这种时候 关键是能否快速转换 没有针对执行长的培训 没有培训师或教练会向你解释 你一定有机会获得许多大大小小的经验 随后他在菲尔德霍芬举行的会议上 向4万3000名ASML员工发表演讲 并进行视讯连线 他向员工保证不会有惩罚或立即解雇 Fukai在一个半月后指出 这样的错误可能会发生 但在此之前 这是一个糟糕的季度 因为ASML的业绩令人失望 他分析称 不正确的是 他们的制度使这样的错误 有可能产生任何后果 应该知道 制造世界上最复杂的机器 需要面临多少次搞砸 但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 在他之前在董事会的职位上 有时他们的EUV机器 会出现灾难性的问题 那时 他所要做的就是面对愤怒的客户 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ASML 目前世界上近90%的晶片 都采用了ASML曝光系统来制造 这是一个复杂的复印机 利用光将晶片图案投影到锡片上 最先进的晶片需要集紫外光 EUV 这使其能够奈米级的影像 进行成像 从而将数百亿个电晶体 塞到晶片里 换句话说 每平方厘米的运算能力更高 随着电晶体的线宽越细 所需要的曝光机系统 也变得越来越大 最现先进的 HighEUV系统 每个成本 约为4亿欧元 需要7架货运飞机 将所有装在集装箱中的零件 运送到英特尔台积电或三星的工厂 只有ASML让EUV曝光技术发挥作用 并成功地将这项技术产业化 从那时起 该公司就一直处于美中竞争之间一个焦点 为了防止中国建立技术领先地位 在美国的限制下 EUV曝光机和其他ASML先进的进模式 EUV曝光机都不允许进入中国工厂 因此 这家高科技巨头的发展 正受制于地缘冲突 根据Wassner协议 ASML从未向中国运送其EUV设备 尽管在2018年初 ASML与中芯国际正式达成了 首台最先进的EUV曝光机的采购订单 价值约1.2亿美元 原本预计将与2019年底交付 但是却因美国的施压 荷兰政府没有向ASML发放新的出口许可证 导致无法交付 然而 ASML不断推出先进的DUV曝光工具 例如 TwinScan NXT2000i 这些工具能够用于生产5奈米和7奈米 及工艺技术的晶片 在此背景之下 美国继续施压荷兰政府 于2023年出台了新的针对半导体设备的出口管制措施 限制了ASML先进的禁模式 DUV设备的对中国出口 虽然在此之后 美国政府仍不断联合荷兰和日本政府 进一步收紧出口管制政策 但中国的晶片产量仍在增长 福开技术分析后表示 美国和荷兰通过禁止ASML向中国出口先进的EUV系统 使得中国半导体制造技术落后于西方10年或15年 这真的很有效果 但并非他所愿 毕竟ASML是一家私营企业 今年三季度中国市场占据了其接近一半的净系统销售收入 但是在地缘影响之下 事情的发展方向有着自己的逻辑 事实上 ASML及合作伙伴从基础工作到完成商用机器 花了超过20年时间建立EUV生态系统 在1990年代的许多技术都是公开已知的 因此 中国公司不需从头开发所有东西 但当中国半导体业开发Low-NAUV设备时 ASML已拥有High-NAUV 甚至是Hyper-NAUV设备 美国政客还要求ASML必须停止对中国机器的维护和维修 但荷兰政府尚未同意这一点 总的来讲 ASML正在为世界做一些重要的事情 他们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市场地位 他们每天都在为此尽最大努力 但也为此付出了代价来自外部的关注和压力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随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